之前的亂急风暴有跟大家分享过 我在台湾这边租屋 和一些可能在网络上 这些的洗费大概是多少 但是有观众就说想了解一下 鲁博力到底你网络方面 它的速度和稳定度的资讯是怎样 所以我分享一下 所以我就拍了今天的这一集 首先非常多谢今天的赞助ASUS 因为这件事真的要跟大家讲一讲 ASUS真的拯救了我整个家的网络 HELLO 大家好我是暴力 如果大家都喜欢收看一些 好好生活的好产品 科技的产品 相机镜头的评测 或者一些街拍的记录 或者我现在在台湾生活的点滴的话 记得一定要Subscribe 我这个YouTube Channel 旁边的小铃铛 你按我按一按它 你才会收到我的新片发布 首先跟大家讲一讲 我目前在台湾家使用的 网络环境和背景 台湾和香港使用网络的这个习惯 真的不是那么相似 大家知道 基本上我们大家在香港的公屋 一定是光纤上网 这个走不脱的了 除非你跟我一样是住村屋的 你没得用光纤 你才会逼着用30Mbps 不然有得选 你怎会不光纤 但在台湾来讲 很多用的都可能用100Mbps 300Mbps 500Mbps 这样的 就很少会用到一击的光纤上网 暂时来讲一击都不是很多人用 我觉得主因可能是太贵 因为真的挺贵的 而且大多数的网络来讲 它都会绑定电视的第四台 给你使用的 令到大家的选择 就进一步地被减少了 因为本身一击的选择已经不多了 你还要绑第四台 选择就少上加少了 那对我这些不需要用第四台的人来讲呢 又刚好要准备去申请一个新的手机门口 因为我初来归境 要有一个新的电话号码 所以我就会选用了这个 台湾大哥大和台湾大宽频 去crossover合作的这个plan 只需要每个月的台币1599元 你就可以同时拥有家居的1GB宽频上网 另外也有5G的手机无限上网 和一个电话号码给你用 这个的组合 这个的价钱 这个的plan 我觉得已经是目前台湾市场上最便宜 和CB值比较高的一个选择 而且他申请的时候 还会说送那些什么的 MOMO购物币 就是如果你在台湾生活就知道 MOMO MOMO那个护华斯鱼 非常厉害的东西 他就会送这个MOMO的购物币给你 所以我觉得都挺划的 说到1599元这么便宜 又有1GB的家居上网 又有5G的手机上网 还会是无限那一只 到底它的网速和稳定度是否可以 说真的 手机的5G我觉得正正常常的 如果你在台北市区 譬如你大安区 或者什么中山区的市区 基本上你已经收爆了5G 但是临口区有时候会跳一下 因为刚好我们临口区的界限 界域 就是介乎在桃园市 和台北新北市之间 所以有时候它的信号会跳的 但是总体来说我觉得还是OK的 但是家里的网路 为什么家里的网路应该没什么问题呢 短短在这不够半年的时间 我已经报收了4次 打了4次电话 去找台湾大宽频的人 来帮我搞我的网路 那些维修人员已经是整到 要写报告 报回公司 为什么他们要经常来我家弄宽频 你明不明 所以后来我们找到一个问题 原来是什么呢 原来是他们本身跟那个MODEM 它的数据机实在太划了 所以最后为什么我会说 ASUS真的拯救了我家里的网路生命 就是这个原因 而且大家要注意 台湾大宽频的一击家居上网 它没错的确下载速度 有机会900多Mbps 曾经有试过 但是它最糟糕的地方 就是上载速度被限制在50Mbps 你有时上载的东西 你怎样厉害都好 你的软件怎样厉害都好 它都只要我50Mbps 为什么你要限制我呢 我真的不明白 为什么要限制呢 不明白的 以下就是我用他们跟给我的这个 MODEM加无线路由器 即是无线软件 所测出来的速度数据 我只是个人进了工作室 你见到我iPhone的WiFi 已经是跌了一格 只剩下两格了 因为其实我只是隔了一道长 已经是跌到只剩下两格了 而它的速度 亦都是比我听到测试 是只有这样 而且会经常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我的手机要收拾一下 我的照片才会跳出来 这个是不是MODEM的问题 我以前是不知道的 我现在可以比较肯定的 就是有机会有机会去MODEM的问题 因为我转了另一个Wilder 就没有这个问题出现了 所以当我意识到 如果有机会是MODEM有问题的时候 我就立刻问华锡 可不可以拯救一下 我可不可以救一救我 他们就立刻寄了 这个他们最近新出的 PUF的Gaming Router 给我们试用 它都是一个WiFi 6的Router 亦都是一个电竞的Router 它怎样都一定比它送给我 就是它一定要我用 它那个MODEM的内置无线Router 也都刚刚认了刚刚 我过年之前 我就买了一部PS5 所以这个以电竞为主题的Router 真的来得太过及时了 本身台湾大宽频 它跟给我的MODEM的Router 不是不可以用的 照样可以用的 只不过它的稳定度太差 和穿透力太低 不是可以很复达到 我现在暂时的需求 因为我工作室在这里 我Router就设置了在卡厅 所以它是有点不稳定的 而这个ASUS的Gaming AX5400 才是去年年尾新出的一个Router 比它的前一代 会多了两条天线 总共有六条天线 亦都是它的Router的插口方面 都其实很足够 我们一般家用的用家的使用 你看到有DC-IN 电源开关 USB3.2的Gen1 所以你可以连接一些Hardbis 来进行一个Time Machine的使用 另外还有一个RAM 有四个LAN的插口 它的规格也是RJ451G的规格 就是大众的一个standard规格 另外也可以使用LAN1和LAN2 还有一个叫link aggregation的功能 我觉得家用为主 或者你用来打机为主的用家 这个功能真的不是常用 也不是一个必须用的功能 所以你当它有给你就算了 同时当然它也是支援这个MuMimo的功能 而原本台湾大哥 但是它所附的那个Modem的Router 我都不知道它有没有我们以上说的这些功能 因为它都没有一个STAC 可以让我看到 MuMimo 简单来说 就是一个可以当你在多个装置 去连接这个Router的时候 是可以有效地将你的频室 用好用换用到尽 不会有浪费的时候 当然你看看我的无线装置 是多到好像天上星星那样 有PS5 有iPhone 有电话 有电脑 有iPad 有Lay 有MuMu 然后有MuMu 那些喝水机 威食器 然后有网路监视器 那些是一堆类的 MuMimo 是真的一个非常必须的东西 在现今的科技社会来说 再加上Router 现在真的要说的一件事 是你的设计要非常简单 你不要那么复杂 你不要那么难 如果你也是好像我一样 以前有一些非常可怕的 设计Router Game 现在你已经不用再害怕了 因为只要是新款的Router 都是这样的了 它的Setting已经是非常无脑 你下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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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步就已经可以设计了 这个也不例外 只要在手机上下载了 这个ASUS的Router App 只要跟随它的指示 没错就是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 然后到你要设计你的网路的账号 和密码的时候 设计完之后 再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 那就已经是设计完了 不用烦了 而针对这个TUF Gaming的AX5400 Router 其实你除了进入一个简单的设计 下一步下一步下一步 其实都有更加多设计 你可以透过App进行一些不同的设置 包括所有电竞迷 都一致喜欢的RGB Light 这里上面都是为电竞所推出的Router 当然是有RGB Light 这个Logo其实就是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求 去改变它的RGB 颜色 而且你也可以透过App 去设计一些你使用网路上的情况 譬如你在打手游的话 你可以在手机上开启一个 是针对手机的连线优先权的一个功能 它可以即时将你的偏值 一声到最低 将你的使用的优先纯粹排到最高 那就可以确保你是可以在整个频室里面 是拿到最高的那个 就不用怕或许你又可以赶 就是你被人爆了头之后 你又可以赶 喂 我的宽频太好了 那你现在没有赶 那这个东西对于什么的朋友会比较有用呢 就是一些很即时性的游戏反应的 一些用家里会有反应的 譬如如果你跟我一样很喜欢找Call of Duty 或者Slam Dunk的话 你会有一个明显的感觉 而大家都知道了 PS5其实现在都有一个WiFi 6的认证 换言之你的PS5是可以连接到WiFi 6的路线 而针对打机的时候 除了你可以针对手机端去进行一个优化之外 其实Console端你都可以进行一个优化 开到最高的了 那大家要注意一下 如果当你开启了Game Boost的功能的时候 那你其实AX5400也会自动帮你开启了 这个QOS的频宽控制功能 你同时都可以在这里 将其他类别的装置优先去排序 那AX5400就会自动依你的需求 去排列这个网络的使用的循序 那说真的这件事都挺实用的 如果你是比较大需求 例如一些可能妹妹的饮水机 她的使用需求不那么大 我就可以把她排到最低 而如果是打机或者电脑 或者工作需要用的电脑的话 那我可以把IP加进去 把她的网络牌拉到最高 另外针对那个真真正正是电竞玩家的朋友 你一定是对于每毫秒的那个网叉都很讲究 那你们一定知道什么是OpenNAT的 那老实说我之前是没有用过OpenNAT的 因为我不是一个电竞的玩家 我对于这件事的追求没那么大 说人话就是更加稳定 更加快速 而其实它内建的部分 已经有很多pre-set好的游戏选择 例如Battlefield Call Deal 等等它已经是有些pre-set了的OpenNAT的选择 那当然你也可以在网络上寻找到 更加多更新的游戏资料去自行加入 也OK的 那我对于这个游戏的要求 说真的没那么高 我不是电影的损失 没那么高 那所以呢 其实我真的用不着的这个功能 那当然了 其他Asus的Router的一些常备功能 它都应有尽有的了 例如什么呢 AI protection AI mesh 家长电脑控制程式 都有以上的这些东西 之前那几集 讲华锡的Router 我已经介绍过 这里我就不重复了 最后我们就一于试一试 它这个无线的一个 网络连接的速度 到底它的能力表现是怎样 那使用iPhone 13 Pro Max 去进行测试的话 首先是距离我的Router 1米内的速度 下载可以去到781Mbps 而上载就是37.2Mbps 再来就是进去我的工作室 隔了一道墙 距离大概有5米的距离 下载是有686Mbps 而上载是33.9Mbps 然后就是全屋最远的睡房床上 同样是隔了一道墙 而距离大概有7米左右 下载是496Mbps 而上载是35.8Mbps 明显地比起原本它跟给我的 那个Modem的内置Router 是好实在太多了 我这里就没有使用到 160Mbps的功能 因为始终我有些比较旧的无线 例如是梅梅的饮水机 或者饮食器 这些是比较旧一些 它只支持到2.4GHz的东西 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去用尽到 160Mbps的频室功能 但说真的 我认为数字这些 我测出来给你看 是没太大意义的 也不代表你家里用这个Router 或者用什么Router 会有同样的速度 不代表这件事的 毕竟每个人家里使用的装置又不同 你的用量不同 多寡不同 你未必像我这样 有这么多无线装置 都不一定的 所以大家 我觉得不需要太把这个速度 放得太高的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最重要的一个Router 是可以给你一个稳定的连线环境 才是最重要的 不然你说多快都没用 用用一下 断线 拜拜 所以我会在下面info box 放入这个产品连结 首先再一次多谢Asus 它真的在雪中送炭 最后大家记得 Router这件事 你买回去一用 就是用起码四五六七年 多多了解自己的需求 再买一个 是实用和内用 和真的符合你自己 实际使用需要的东西 那就最重要 最后大家记得 一定要理性消费 有需收购 今天影片就这么多了 如果大家喜欢 你的影片 记得like and share subscribe我的频道 旁边的小铃铛 你会帮我按它 并且把通知设定了全部 我身边发布 你需要第一时间知道的 随手可以follow my Instagram 因为Instagram上面 都有很多不同新的产品 或者我在台湾生活的点滴 我可以透过Story的方式 和大家分享 今集就这么多 下条片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